Docker,MAX POWER! 那這裡吧! PIORI FRAZING EMPORT! 嘿大家好,我是Nike,叫我E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來簡單看一下公主日和 公主日和是日版12月31號開放的新抽角 是公主祭典的限定角跟母音蜜、克總他們一樣 只要公主祭就可以抽到 照這個狀態來看未來可能還會再出公主靈跟公主凱流吧 那技能的部分我顯示在畫面上 係數就給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簡單來說呢UB就是單體的物理傷害並且有帶來破防 他這一個UB的傷害量越高,破防量就會跟著越高 那1技跟2技都是自體的BUFF技能 都是維持整場的 所以他隨著戰鬥會越來越強 是一個需要暖擊的角色 那動作循環的部分 1技跟2技都放的蠻平凡的 所以也是蠻強勢的 會不斷的去增加他的這個BUFF 讓他增強的速度非常的快 以及最後的強度非常的高 那簡單統整起來呢 公主日和就是一個單體物理破防角 輸出量會在戰鬥中不斷增加 破防量也可以達到一線破防角的水準跟 勇躍、靈、克總有差不多的破防量 就是一個聯盟戰物理隊用的角色啦 感覺應該會比上個月的聖誕秋奶更強勢一點 畢竟他有帶破防嘛 而且本身的輸出量也還不錯 尤其是高階段可能會更強勢一點 主要的原因在於他的暴率非常的漂亮 打4、5階段這種高等級的BOSS 依然可以維持在相對高的暴率喔 然後他的暴率又會直接影響到破防量 破防量又會直接影響到整隊的輸出量 反正現在物理隊 快要只剩破防角跟輔助角了 純輸出的角色空間逐漸被壓縮 頂多就是原版秋奶這種坦度很高 或是有輔助性能的角色 可以上來彈一下或是輔助一下而已啦 而且之後如果寫手動軸的話 做比較極限的破防量 前面一兩次公主日和的UB可能會直接導致掛數 就是暴率太低導致破防太低導致傷害太低 導致吸血量太少角色的倒掉 這種手動軸甚至是AUTO的刀感覺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日版應該還好啦 AUTO應該都可以很順利的使用 台版遇到的這種狀況應該會更嚴重 畢竟這種抽角我們拿到的時間會比較早一點 會提早拿到 那就會打到他原本設計上不會碰到的BOSS 像這一個月的拉比林斯達其實就有遇到這個問題喔 就在拉比林斯達開了之後呢 我們有傷害更高的刀 但是生存的穩定性都下降了 總之公主日和就是一個聯盟戰用的物理破防角啦 看起來是不太可能弱 上個月給聖誕秋乃的評價有點太高了 結果聖誕秋乃的出場率有點偏低 這個月應該不會啦 這一隻一定強的 就讓我們就在觀察看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公主日和這個角色 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這個角色在幹嘛 是一個怎麼樣的角色 並且規劃自己的石頭分配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Υπότιτλοι AUTHORWAVE